四 九溪建物日治時期為傳染病棟 固定設面膝之主懸關 戰後美國海軍研究院 曾進駐整體建物保存良好 五 符合古籍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 第二條第一項 第1、2、3款指定基準 禮拜二 本案提醒本審議或審議 第一 審議決議辦 後續 審議案4 內湖區前進舉人成為早空墓葬 文化資產價值審議要提醒審議 請說明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檔第十七十八條 補及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 一起建築機面建築 登入廢止審查及補助辦法辦理 看理情形 以內湖區前進舉人成為早空墓葬 為本局列策建物 位於內湖區內湖六二代179 消入三萬附近 坐落於內湖區壁湖道 一小段658等地號土地 土地所有權人為公私有及公私共有 107年4日接續民眾前情鼓募遭同患 本局107年4月13日 邀請薛琴委員 蘇伊寧委員 召開列策追蹤建物房市會刊 委員認本案目中去立實價值意義 建議行動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程序 進行停收107年5月21日 本省議會第106次會議報告 結論同意以文資法啟動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程序 本局107年8月13日 邀請薛琴委員等五位委員 召開本案文資價值審查專案小組會刊 當日春期委員有三位認為 據古蹟價值 一位委員認為均立實建築價值 結論 經專案小組委員 綜合討論 據文化資產價值 將蓄售跟審命 整議會參考 當日的回開意見災藥如下 惠甘三處墓總記 包括1843年陳在榮墓 1857年陳為早墓 1824年陳文南墓 陳賢生墓等 儘管後曾修建 維墓體形式人為舊制 見證到光年間以後 大榮動城市崛起的歷史發展 二 成家為北台灣清代中後期重要家族 城市主錯意為文資保護對象 持續目的更可補充城市發展的見證 以具文資價值 三 回本市保持完整之古墓群 墓營保持完善 具完整旗竿對岩石柱 歸在移行保存範圍 本局序於107年11月22日 邀集缺行委員 張天權委員 辦理指案定著土地範圍會堪 令中等委員建議如下 白色框界的部分是墓總 依依坐落的位置範圍 它土地範圍是列圍區 並無鑽二小關658-662部分 墓總二的部分定著土地範圍為 內湖區幣胡端 二小段697地號等7筆土地 墓總三的部分 為內湖區幣胡端 二小段706等6筆土地 其他文化制裁價值評估報告 即本案成型的意見 還有那個成型的關係 主席關係圖五千委員 猜月手編資料 就是本案地級 是地形左千委員猜月 就是文化制裁價值評估報告 107年8月3日 專案小組會堪 總共15筆地號 那在107年10月26日 定著土地範圍會堪 排除651-690-1地號 新增7113-7地號 總共14筆地號 那幼圖為本案的那個土地的 所有權能關係 請委員參與 那這個價值分析 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委員意見分數 請委員參與 未來保存管理維護 依現行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 文化資產由所有人管理 人使用人管理維護 本墓葬群 應由城市家族負責管理維護 分度範圍影響評估 建造物本體與作肉土地 所有全部一致 亦有私地主表達 來對保存知意見 那這是墓總 宜成在龍目 成賢生墓 及石雕錫竿的照片 那這是墓總二 成為早墓的天荒照片 那這是墓總三的 成文藍墓的照片 有牌樓 有牌樓梁亭及其他的墓底照片 那這是他的全景圖 那這是位於成文藍墓那邊的錫竿照片 禮拜一 你請同意指定 內湖區前請舉人 成為早公墓葬圍直下 市地古今 名稱成文南谷墓群 總類墓上 位置或地址 台北西內湖區內湖入二段 149章63樓附近 古蹟集集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 古蹟本體為成在龍目 成先生墓 成文藍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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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墓園排樓 涼亭 重修樹蓄 棋竿座一對 石雕棋竿一對 滑袍石柱一對 建築物坐落土地 成在龍目成前稱墓為內湖區 並不斷 二小段658 662部分 不含道路地號等於土地 成文藍墓 成文藍墓 為同小段697 697-2 697-3 698 699 705-1 706 706-1 711-1 711-1 713-7 第號等十二筆土地 實際保存面積蓄與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任務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一 成家為北臺灣清代中後期重要家族 城市主受益為國定古蹟 本墓葬群補充城市家族之發展歷程 認證到光源間以後 成大王共城市崛起的歷史發展 去歷史價值 二 城市家族墓總會除舊內湖大皮所在 來龍至金山念東書 山處墓總包括1843年成載龍墓總 1857年成鳳兒成為早墓總 1824年成文藍 1923年重修墓總 成仙生墓總等 後續雖曾修建 為墓體形式人為舊制 而本次保存完整隻古墓群 據虛掃興 三 曾文藍墓碑座墓生浮雕梨文龍首及勒草文 背後墓龜及太極圖文及居特色 且墓呈現純齊甘齊甘齊甘座滑錶石柱 依據稀有價值 四 符合武基指定及廢指審查辦法 第二條第一上第一第三款指定基準 二 本來提醒本審議會審議 第一審議決議半米後續 從內湖區內壁湖段位小站660的地號四半米保存範圍面積量測後 一時機量測面積進行辦理變更公告事領 以上報告 由陳映宗先生和張文哲先生兩位先生分析發言 那我們先請陳映宗先生發言 謝謝各位委員 那由於去年那個草木的時候我們發現 陳映宗古墓那個陳維英重舉的這個旗桿被拉斷 那所以我們請了幾位委員幫您去看 先看看以後 然後大家都覺得說這個古墓是具有西小群的價值 那我希望說在這次檢疫當中能夠順利來通過 謝謝各位 然後我這邊就是在 我是陳映宗的學生 那我這邊就是在向各位委員還有老師來補充一下 我們是建議就是以陳映宗古墓群這個名稱 然後來就是來制定這個文化制裁 因為陳映宗古墓群其實它其實才比較能夠去呈現它的一個文化的一個邁途 那我再 那第二點 對 然後 這個 這陳映宗古墓群呢 它其實它與陳映宗古墓群與陳月季主宅 它其實就是一個台北市我們市內裡面 就是唯一一個陰陽宅 還有它的群人旗感均在的一個文化資產 它其實是 雖然是 甚至是全台灣其實是 極西掃盡 就是兩個陰陽宅都存在的一個文化的資產 那 陳月季呢 這個 這個名稱是陳迅宗的家族的一個公號 那 陳維藻呢 它是 它是 家族裡面的一個小公號叫公祭 那 因此呢 它其實就是有一個 家族的一個傳承關係 再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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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這一個 南台四柱的圖 那 它這個圖呢 是由 有 有翁銅河 還有 齊雲藻呢 的 洛團 那翁銅河是當時的一個 當時 當時的 清代的一個 三代的帝師 也是個宰相 齊雲藻也是 那其實也可以看到 其實在這張圖裡面 其實也可以看到 他的一個傳承關係 就是 從陳文藍 然後到陳訊妍 然後到 他的兄弟的一個關係 對 那下一頁 然後 從楊泰富人巡述裡面 就是由 陳文藝所寫的 楊泰富人巡述裡面 可以看見 就是他的爸爸 欸 他的爸爸 陳訊妍呢 然後找 來開始他 怎麼樣去找 這個陳文藍的 果木的一個過程 然後如何建木的一個過程 其實很明顯 就可以標示出 他整個 過去一個 整個木的一個行程 一個過程 那下一頁 對 那下一頁 對 那 再下一頁 對 那 那 我先來說就是 陳文藍古墓的 一個 那 陳文藍古墓的一個介紹 那 陳文藍古墓 陳文藍古墓呢 他其實有 具有兩對旗桿 然後一對滑錶 他其實也是一個 這樣 形式 還維持在清代的 清代裡面 就成一個 不好意思 再一張 五分鐘 再五分鐘 好 那 陳文藍古墓 好 那 陳文藍古墓 那 陳文藍古墓 是 剛剛是兩位 登記八野嗎 對對對 不是我登記八野 是說要讓給他是不是 對 那我先補一下 時間 補一下 那我時間 其他時間 多餘的時間給他 我先補一下 就是說 如果我們去看到 台灣的墓葬的這個歷史 你會發現到 一件事情 目前全台灣有捲桿的墓 其實是有 一樣還有 但是這個其實被移住過 但目前只能選台灣 大概來講 就是剩下陳文藍古墓 那陳文藍古墓 那陳文藍古墓 它最大的特色是 它是 陰宅跟陽宅都有 那陽宅都已經到了 所謂的國地古蹟 可是 我們如果去看 它國地古蹟指定的 一個要件裡面 其實也是看到它的取人感 所以 其實這個古墓 其實我真的會直接教你 我記得今天 如果順利的 登陸回古蹟以後 我覺得它這次 應該要比照 國地古蹟的方式去 把它送進來 所以 大家如果想到 其他的一個稀少性 這件事情 應該是要注意的 好 那其他時間請您進來 這次可以看到就是 它整個墓的一個 就是還有 還有它的法表 也是當時的一個 淡水性同志 曹思貴所提 那下一張 那大家 這次委員可以看一下 它的整個範圍 那下一張 對 下一張 對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目前就是在去年 有一對旗桿 有一對旗桿 就是其中一隻是已經被 被拉倒 那希望就是在未來修復時候 可以就是 針對這一點 然後 可以再去做一些研究 然後再來經營修復這樣 下一張 然後這是全訓桃木 它其實也是有一對旗桿 但是在其中 一支旗桿 也是因為過去的做事計畫 然後被 被去除 那現在目前 就是僅存一支旗桿 它其實也是一個非常 一個特殊的地方 那下一張 對 大家可以再下一張 下一張 下一張 對 這就是這支旗桿 還存在 那下一張 然後這是陳偉藻 果莫 那下一張 對 下一張 下一張 這是陳偉藻 他的第三個兒子 就是陳先生 然後官司 官司 利壽跟士郎 下一張 就是可以看到 就是整個陳元祺家族 他其實在他的 就是在當時清代的一個政治 還有他的文化教育的一個地位 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再下一張 下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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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1947年 其實可以看到他清代的整個 三變的範圍 其實就是陳月祺家族的一個墓葬園區 那可以看到旁邊還有陳旭年的墓 但是 現在 下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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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就是現在呢 他這個墓已經被去除 甚至在 在金龍隧道口 原本也有陳維英的墓 然後也因為開了這個隧道 陳維英的墓被移除 那現在謹慎於這個 謝謝 那希望他有全區是可以完整的來報 謝謝 謝謝各位委員 謝謝 謝謝 謝謝各位委員 那文化局補充說明 那今天其實有部分因為失地主 他覺得有侵占到他的底 他是表示反對的 但是他今天沒有到場 那我們有財政局跟一些我們管理單位 府內管理單位其實有一些意見 但是沒有明確表示反對 因為其實將來 要寫修復在利用計畫 或是管理維護計畫 不是全由能夠成家來負責 必須所有全人的單位都要負責 會有經費的部分 等他一定報告 剛才幕僚班會講的部分 如果萬一不確定的話 將來立法來辦 這應該會不會有一些 如果家務員都沒有醫生的話 我們大概知道 一半的思想要談過 大概 審議案五 萬華區國內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城區部學生宿舍及文教大寳 文化資產價值什麼樣的提起 謝謝 第一句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7、18條 古蹟指定及廢職審查辦法 及遺史建築紀念建築 登入廢職審查古蹟 及輔助官法辦理 辦理情形 第一點 本案其實是在107年5月21日 提送了本審議會的第106次會議 審議通過指定為執想施定古蹟 那本局也在107年7月9日的時候 完成了公告的程序 公告可以參看附件1 第三到第5頁 那11文化婚姻07年9月11日的來函 表示本審議會第106次會議 因三位機關代表 皆指派代理人參加 那11文化資產審議會 組織及運作辦法第6條 第三項的規定 機關代表代理人 僅能為列席 不得進入委員出席人數 故該次審議會出席委員 會答案數 那本案一一程序 再次提送本審議會審議 那補充資料 附件4有公告的清策 在第10頁 附件5 有文化資產價值的評估報 在第18到第23頁 立即地心圖 那你辦 你請同意指定萬華區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城區部文教大樓 維持下施定古蹟 好 那我跟主席 要各位委員補充一下 說明一下 簡單講這個案子 在106次的大會 已經審議通過了 以下這些指定的理由 跟這些審議的過程 都已經完備了 只是說是在那個時候 文化部有來涵糾正 但是說是那個時候 有三位府內的委員 都面對於是指派代表 所以說是人數不夠 所以請我們在這一次 在這一個小時 再重新審議一次 那所以這些東西 是在106年 都已經討論過 也審議通過 只是現在來補一個程序 那 所以上次 對對對 上次的人數是違法 上次的人數就是 因為三位 新官代表都是代表 所以都不是局長本人 所以他認為 把這三個扣在以後 人數不足了 所以不是局長本人 就不行 現在連出席委員 都這樣計算 這是那個 是的部分 他現在確定就是 只要不是本人 就不行 連勾選都不算 所以這就是我們之前有想 確定內部就是說 你機關首長如果不能來 那就不要擔任 所以這個東西 我們每一季 還是要針對機關的首長出席的狀況 那把它整理以後 給市長參考 要不要這影響我們後續的這些 市長 專業 權威 然後目標要負責所有的議程 跟法律的警示 那這個東西已經都控制不住 要市長支持 所以說我們不指定說 首長一定要當委員 你指定一個可以每次都來 我想這個從現在開始 就是每一季 你就把去年的機關首長出席的狀況 給一張市長看 我們上次有建議 這是大家沒有堅持 上次在修改這個組織規程的時候 有建議 我想這個還是有必要的 就是你不能夠單 不能夠出席 你照著我們這個審議的這個困擾 我們下課後 好 那這個案子如果大家每一見的話 我們就程序上再給大家 可以整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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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繼續 審議案6 華華區廣州間67號龍山郵局 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提及審議 請說明 本案依據文化資金保存法第十七十八條 不禁止定及配置審查辦法 歷史建築 信念建築徵尊尊備職審查及補助辦法辦理 辦理行程如下 第一點 本案建築為本局的列策建物 清管理單位中華郵政部分有限公司 台北郵局 在一百零七年三月的時候 還表示 因為本案建築老舊 有破切辦理結構補強 跟拯救的需要 所以經查簽物登記 日期為民國四十九年 於是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十五條 向本局申請文化資產價值評估 第二點 本局在一百零七年四月二十六號 邀請文資委員 本召開現場會談 因為二樓的募結構工價跟地板 及立日子隔間跟壓錄等 堪稱保上保存完整 委員一致認為 本案建築具備文化資產價值建議 前例 建議啟動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的程序 辦理行行第三點 本局依據職權根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十七十八條 啟動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程序 在一百零七年的七月十六日 邀請的委員們來辦理 萬華區廣州街六十七號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專案小組會攤 經過委員的現攤後 置評估本安建物具文化資產價值 建議登入為歷史建築 案例行行第四點 專案小組會攤委員意見摘入如下 第一小點 本案建物在為台北市古老社區八獎莊正邮居 八獎莊在台北的萬華東邊 早期為不見的同安人所居住 後來因為咸豐年間頂下交線後才發生變化 日本殖民初期的時候 在八獎莊設立邮居 有其特殊的歷史跟異議 第二點 外觀完成歷史工法材料都保存完整良好 第三小點 其右兩側有圓拱形的建造 二樓正面中央為五型拱長窗 左右兩側有圓拱長窗的形式 第四小點 二樓部分有圓貌物構造跟理制 綠式隔間立面開窗三拱圈維持圓貌 第五點 第一樓為營業所 二樓為辦公跟組長室 二樓為圓住宿空間 但是還是可以看得到原石的空間格局 那裡題題題題題 fuer頂 郵局表示 無論是否成為文化資產 都希望能夠盡快的整修本棟建物 以便後續可以使用 第六小點 檢戶本案文化資產價值 一部報告請委員看圖建物 此頁解報為地級地形圖示意圖 紅線框線的部分為 萬華區萬華段一小段452跟453地號 但是本案的建物本主要是 在452地號跟453地號 文化資產價值一部報告 本案的建物位置在萬華區廣州街67號 坐落土地在萬華區萬華段一小段452、453地號 土地面積是452地號在26平方公尺 453地號在121平方公尺 建物建號為萬華段一小段221建號 創建年期在日治時期的1915年 建物跟定住土地所有權人都是 中華郵政幾份有限公司 土地目前的使用跟趨勢是 郵政郵地跟道路有限 現況看處是目前建物作為有局使用 現況照片是正立面跟一樓營業所跟員工通道 現況照片有樓梯一樓營業所跟後期增建的室內跟空間跟屋頂 現況照片是二樓的圓拱窗 現況照片是舊紋屋跟二樓室內的霧構造 現況照片是物價和屋頂的外觀側面 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報告 所有人的保存資源在107年7月16日號的會議紀錄 付年表示 管理單位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台北郵局表示 無論是否成為文化資產或希望的工程派成修本動 建物以貪後續使用 文化價值資產價值評估報報告 雙外小組委員小組在107年的一件事 新年一登入文理事建築 建議你稱為繡花甲莊流局或繡花甲莊流變局 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報告 未來保存管理維護依照現行的文資法規定 文化資產應該由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保存管理維護 登入文化圍的影響評估 目前應該維持中華郵政榮山郵局使用 如果經過登入文化資產應該不影響使用的功能 後續文化資產建築本體如果涉及修復或再利用事項 依據文資法的規定提送計畫給文化局審查 禮拜一一起同意登入文化區廣州街67號 由龍山郵局為歷史建築 名稱為繡花甲莊建築郵局 總類為辦公公公社 位置跟地址是在文化區廣州街67號 歷史建築及其土地的面積跟地號 歷史建築本體為廣州街67號的兩樓層建物 建築為萬華區萬華段一小段221號建築 建築物坐落的土地為萬華段一小段452 跟453D號的兩樓土地 擬拜方式為更入旅遊及法令依據 八甲莊在蒙甲中間早期為福建人居住的地方 鹹峰年間頂下交拼監製大道城 日本統治初期在八甲莊設立郵局 有特殊的歷史跟地理意義 本建物創建於1910年代 一樓為營業所 二樓為律師塔塔米宿舍 二樓應該仍然保留的木工造跟原空間格局 一樓棋樓兩側有原本型的設計 二樓開窗三孔軒也維持了原貌 建築具備很特色 符合歷史經驗 建築經驗登陸廢址審查 及武術辦法的第二條一項 及第二第三款登陸基準 本案提起本市審議會審議 定義審議決議辦的後續 以上報告 局是不是要發臉 還是不然我們就要請回應 開場了 如果沒有我們就要發臉 好 來 這名稱的東西 你現在去用舊發甲 可是舊發甲 像舊發甲 他突然有一個變質 你要用舊的話 他會不會用舊的 舊發甲一線 所以應該是 既然舊名稱就是要變質 對 應該是既然舊名稱就是要變質 對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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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嗎 可以 可以嗎 可以 可以嗎 可以 審議案7 直轄施定補給三景物產諸事會 設計下補給本體計 並鑿補給範圍的審議案 提起審議 請說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護法第十七條 補給指定及配置審查辦理 本案於民國87年7月22日公告指定為 直下施定補給 控告當時僅登載地址及座右地號 其餘內容群舞 那補給地址為中正區管前路54號 補給本體為台灣土地 台灣土地銀行管前路54號建築物本體 土地為中正區公園段二小段四六五四六六 公告祥福建一 107.5月21日 本市歲月計證處中正分處 韓群本局有關三景物產諸事會設九項 公告知古蹟建物及土地面積 必須否包含折其增鑑部 以及部份當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